男子和友人到海邊潛水 憋口氣腳一踢游向深處 結果沒想到就是在這片深不見底的大海裡面 看到了一道光 靠近一看竟然是一支錄影中的iPhone手機 潛水的蔡先生九號到基隆鼻頭角外海潛水時 在海底撿到這支iPhone 回家後上網PO文找施主 沒想到施主朋友先傳來簡訊 蔡先生循現回抠 透過這支躺在海底一個多小時 仍然頭好撞撞的手機找到了他的主人 就剛好看到那個一支手機掉在那邊 然後就剛好有看到就把它撿起來這樣 手機的主人是基隆陳姓男子 與有人到鼻頭角細水 卻忘了手機還在身上 跳水時心愛的手機就這樣掉落海中 原本小說茫茫大海找手機 根本是海底撈針只好放棄尋找 沒想到一個小時後 被蔡先生在十二米深的海溝內撿回來 最難能可貴的是手機毫無損傷 而且找到時手機竟然還在錄影 因為他有裝防水袋 所以就還可以使用 而且還有電 因為他有一個朋友傳訊息給他 然後就有出現朋友的名字 然後我們就直接間接聯絡到那個施主 掉海底手機沒壞掉 原來施主下海玩水前 買了一個不到兩百塊的防水手機套 但手機套功能真的這麼威嗎 一個海邊玩水 細水的話用防水袋 我覺得沒有問題 你要拿去做服務錢 因為很多人覺得 很多人覺得狀況 防水袋手向無敵 因為防水袋通常講就是防波間 手機掉進海裡還能找到 而且持續錄影中 功能沒有受損連撿到的人 都覺得很不可思議 大海撈機難度 其實不比大海撈針簡單 到底是幸運 還是手機的防水套 防水功能真的這麼強 成為熱意焦點